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 我耶和华所高立的古猎 我紧握着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松开猎王的腰带 我使门户在他面前敞开 使城门不得关闭 耶和华对古猎这样说 我必亲自领导你 把高低不平的路修平 铜门我必打破 铁门我必砍断 我必把隐藏的宝物 和在隐秘处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 我就是按着你的名 呼召了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的仆人雅各 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却给你这个尊贵的名号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了 除了我以外 并没有真神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必兼顾你 我要叫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真神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了 我造光 也造黑暗 我赐平安 也降灾祸 我耶和华 是造成这一切事的 诸天啊 你们要从上低下公益 让云层降下公益 让大地裂开 生出旧恩 使公益一同生长 是我耶和华 创造了这事 那与他的创造主争论的 有祸了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 一片瓦片 泥土能对陶匠说 你在做什么 或你所做成的说 他没有手吗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的 有祸了 以色列的圣者 造以色列的主耶和华 这样说 你们可以问我将要来的事 关于我的众子和我手所做的 你们也可以吩咐我回答 我造了地 又造了人在地上 我亲手展开了诸天 又命定了天上的万象 我凭着公益兴起了古列 我必修平他的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子民 不必用公架 也不用赏赐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所得之力 以及身量高大的西巴人 都必过来归你 也要属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 向你俯伏 向你恳求说 神真的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的神 没有别的真神 拯救着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 制造偶像的都必蒙羞受辱 都要一同归于羞愧 唯有以色列必靠着耶和华得救 得着永远的拯救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受辱 直到永远 因为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他是神 塑造大地 把大地造成 他建立大地 他创造大地 不是荒凉的 他塑造大地 是要给人居住 他这样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 我没有在隐秘处 在黑暗之地说过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过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讲说公义 宣扬正直 列国逃脱的人啊 你们要来集合 一同进前来 那些抬着木头做的偶像 向不能拯救人的神 祈求的 真是无知 你们述说吧 提出理由吧 让他们彼此商议吧 谁从古时 使人听见这事呢 谁从上古 把这事述说出来呢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拯救者 除了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全地的人啊 你们都要归向我 都要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的神 我指着自己起事 我的口凭着公义说出的话 绝不改变 万西都必向我跪拜 万口都要指着我起事 人论到我必说 只有在耶和华里面 才有公义和能力 向他发怒的 都必来到他面前 并且要蒙羞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 都必靠耶和华 得称为义 并要夸胜 都必须地